大家好,我是姨妈 今天买了一把本地农民种的芹菜 我奶奶特别喜欢吃这种本地的芹菜 她说这种芹菜的味特香 先把芹菜的根切掉 或者用来煮水盒 芹菜的叶子摘下来 放着等下和芹菜根一起煮水 全部摘完了,只剩下这一小把 现在我们把它洗干净 然后切成小碎钉 芹菜有瓶干酱压,通便减肥等功效 全部切完后,我们把它放入大碗里 准备一小把的末 这个是我提前泡发好的 让我们把它洗干净 水开后放入锅里焯一下水 焯好后我们把它捞起来 用清水冲洗一下 然后挤干水分 把它切成小碎钉 切好后也放入碗里 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放一点盐,胡椒粉和少许的麻油 然后用筷子来搅拌均匀 锅里放点油,把蛋糊倒进去 倒进去后我们把蛋糊摊匀 用中小火煎至底部凝固后 我们用铲子把它放到另一面 继续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用刀切出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可以了 一份简单易做 营养又好吃的芹菜木耳煎鸡蛋就做好了 芹菜的清香夹着浓浓的蛋香 非常的好吃 喜欢有空你也试试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见